清明廉價快到了 臺東由於接連出現確診 旅速訂房率略有下滑 不過臺鐵東部幹線的訂票率 目前影響不大 為了輸運花蓮的交通 客運也加開三個搭車地點 來往返臺北與花蓮 由於確診人數不斷增加 這兩天臺東縣衛生局 持續在出路 關山池上安排快篩 提供與確診者足跡重疊 有疑慮的民眾來篩檢 這部疫情升溫之後 累計已經有十人確診 而且感染源不明 只是清明廉價就要到了 不少旅宿業的訂房率 已經略為受到影響 是因為這兩天疫情的影響 所以大概有下降五個百分點 那大部分的客人都是考慮說 飯店有沒有做好防疫的準備 臺東旅宿訂房狀況小幅下滑 不過仍維持八成左右 面對疫情 業者也不敢大意 都加強防疫措施 而在離島旅遊部分 從臺東往返綠島 以及蘭嶼的航班 一直到清明假期 也都還是客滿 除了觀光 還有返鄉人潮 臺鐵全線已經加開各級列車 總共一百四十一班次 其中東線實名制返鄉列車六班次 四月五號之前的票幾乎賣完 目前並沒有出現退票潮 公路方面除了原本鐵公路連運之外 公路總局協調客運業者 加開三個搭車地點 網板臺北花蓮 另外購買移花東臺灣好行套票或是持有東部合法旅宿住宿的平鎮 還可以享有國道客運優惠 以相關配套來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 以疏解反鄉潮 記者贏不等